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 我已经很努力地爱她了 但是她总对我有误解 我有时候挺笨的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对我一点都不用心 把我这个对象当成了一个摆设 她对别的女生比对我还要好 她总是爱胡思乱想 我对别人只是友情 对她才是真爱啊 我希望我们能够回到以前恩爱的时候 我心肠很软 她不停地犯错 我总是给她机会 但现在我的心快被伤透了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不太适合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曹二十四岁 来自河南舞蹈老师 女嘉宾小王二十二岁 来自贵州学生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老妹 怎么认识的呀 我当时在培训机构教课 她在那边当 建职客人顾问 然后我当时看她长得特别漂亮 就找她要微信 追了两个月 就有一次吃饭的时候 我跟她表白了 然后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 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一年多 听小片里面你好伪惧大了 去了是吧 对 非常的委屈 非常的委屈 怎么了呢 她特别热心 然后她还有一个特别能够胡搅蛮缠的闺蜜 总是夹在我和她之间 感觉她从来都不会像着我的那种感觉 还有个闺蜜呢 对 她还有一个特别要好的女闺蜜 女闺蜜啊 不是 我跟她跟哥们一样 就是我俩从小 基本上上学都在一块 然后后来我俩商量着 到天津一块念大学 然后就这么一直 那不应该叫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吗 这怎么改了闺蜜了呢 我觉得是好哥们 如果我要跟她在一起的话 我早就跟她在一起了 是 都这么说 我就不能跟她在一起了 那那个女生有男朋友吗 之前有 现在没有 后来为啥就分了呢 她也不愿意跟我讲 我也没问 主持人 您听我说说 她那个闺蜜被房东给赶出来 然后呢 她闷不吭声地 就把人接了过去 当时看着我就可生气 您说哪个正常的男人 会把一个单身的女人 接到自己那儿 她这不引狼入室吗 我觉得你这 用得太过分了吧 有点 我俩就是好哥们 不是 你是不是把这女生 接到你那儿住了吧 对 对 主持人 您说 我是她女朋友 我都没去她那儿住过 也没待过 也那女的去待了几天 我说那她说无理取闹 还说这些 说那些 我可生气了都 行 那你那儿住了几天 有一个星期吧 然后后来找房子就搬走了 行吧 这个事我们先放这儿啊 主持人 您说这件事也就算了 然后后来嘛 后来 她们买辆车 还是连续去 她买辆车 然后不想着浪漫吗 网上不都有那个段子 喜欢在富家神那儿贴个小粘贴 贴啥呢 老婆大人专属 我不是想有挺浪漫的一件事吗 你就贴了 我那一贴 我再看的时候只有一半 我就问她 我说是不是那女的撕的 什么叫只有一半 就是那个小三天 她本来一直一张 然后撕了一半 就剩了一个专属 然后我就特生气 我一问她 我说是不是那女的撕的 人告诉我不是 她身边有几个女的我不知道啊 她非不承认 谁撕的 就是那女的撕的 哥们怎么能干这事呢 对吧 她当时就跟我说 她说你不觉得挺幼稚的吗 就放在那儿 她就跟我说 你现在都上班了 你说你们俩平时在家闹也行 你说万一被同事看到 你就多不好啊这种 我就觉得就是 反正有时候感觉就 这挺幼稚的 我问句话 你说句实话 那车闺蜜坐前 前排还是坐后排 她有时候坐前排 有时候坐后排 行 知道了 只是您说 她一开始觉得幼稚 她一开始别让我贴就行 然后她让我贴了 她又给我撕了 这什么意思啊 那关键是 那前排不是都是你一直坐着吗 再说我也 我也没说 你活着再贴一个不就行了吗 那贴我一开始贴的能一样吗 意思能一样吗 你都不在乎 我如果说你一开始 不允许她撕 她敢撕嘛 就是你允许她撕的 可不能这么说啊 还有别的事吗 有 后来不是因为这件事 我特生气嘛 然后她就又跑去问她那个女闺蜜 就问我生气了怎么办 那女的就告诉她 你给她发一红包 一个不行再发两个 反正红包治百病 我是图你钱 要图你什么 你就给我发一红包 就没事了 这件事就过了嘛 过没过后来 没过 然后又买了个包 过了吗 没过 然后她又去给我买了个包 然后那女的说包治百病吗 她治你病还是治我病吗 你就把咱俩的病都治好了 就分手了呗 是这意思呗 你收了吗姑娘 没收可生气了 这是闺蜜出的主意 你说我就这么一个女性朋友 你说我有时候 她帮我出谋划色什么的 我觉得挺正常的 你怎么知道是那女的出的主意 我问她了 她这人脑子特别不好使 这些主意就只有她那个女闺蜜 能够想得出来 你都说我脑子不好使 那我肯定得问她一下 行吧 你是在等我呢 然后后来 我觉得这件事也就差不多 就来这也不是和她说件事的 然后那个女闺蜜就特别过分 就因为上面那些事 我和那个女闺蜜 应该说老死不想往来 好好好 人更好 她那女闺蜜叫我吃饭 我说我不去 我特生气 我说我不去 然后闺蜜就把我拉黑了 叫她出去陪她过什么三周年 分手三周年纪念日是吧 啥三周年啊 那女的不是分手了三周年吗 然后她就给我打电话说 让我陪她一块喝酒 然后我就去了 喝了 你闭嘴让我说 因为她的女闺蜜 我就真的是忍不了了 我就说 你能不能以后 别再和她掺和了 咱好好过自己日子行吗 人家答应我了 好 我这最后一次 然后把你回来和你开视频 绝对让你放心 我到十点了都打不通她电话 我说你怎么回事 我特着急 我就赶紧打着车又出去找她 一开门人在沙发上睡着呢 喝得酩酊大醉的 你有病啊 你喝那么多 什么事让你那么难受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手机丢了 你把手机丢了 你咋不把你自己丢了呢 你咋不把自己丢在外面 你要丢了 你能找到我吗 我还就不找你了 丢没丢 你也不知道 主要是里面 有咱们那么多回忆 你这说丢就丢 说得那么轻松 你想想我有多难受吗 你就不气死我吗你 行吧 我问问就是 她对你好吗 其实她对我挺好的 挺好的 所以也舍不得她是吧 是舍不得 因为她已经毕业了嘛 然后因为我还没毕业 还在天津陪着我 我就感觉 其实我还可以再坚持 但是她后面做的这件事 您说 就有一次我和她在吃饭 她一哥们给她打电话 说哥们你在哪呢 她说我在吃饭呢 和谁呢 您知道她怎么说吗 她说 就上一次和我一起吃饭 那女的呗 她说我是那女的 我是那女的嘛 我是你对象 你怎么能说我是那女的呢 然后我就被儿生气 我就没理她 我觉得谁家难受 我会说自己对象是那女的 对对对 然后你做了什么呢 然后我就被儿生气 我把东西放在那儿 我就说你自己过去吧 我是那女的 你就我们楼下 溜达的那个男的 这可生气 我就 然后呢 就结束了 然后她就哄了呗 就好了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主要是这件事 我就觉得她总是爱生气 然后本来是我俩 昨天录这节目嘛 然后当中又生气了 然后就一个人就 甩着包就走了 就是今天让我们加班的 就是你们俩呀 不只要少路一顿吧 就是你们俩 就你又跑了是吧 不是这样的 她这个人就说话做事 特别没有脑子 对对对 然后 对你为什么要说 就是那女的呀 不说我对象 我觉得我就是一句 开玩笑的话 她就是有时候就当真了 这个我们就算你是开玩笑啊 折过去了 您知道吗 还有一些事 就比如说我们两个 过一周年了嘛 然后就可希望说 就是吵得那么久 也希望好好的 咱以后好好过日子 然后我就暗示她 因为毕竟还有一段时间嘛 我就暗示她 我说 我说哥哥 你看这要过一周年了 怎么怎么地 然后她冒出一句 那你想要什么 她这样一问我 我就有点尬了 我也没好意思给她要东西 我就说了 就是说要什么都无所谓 只要你好好爱我就行呗 人就说好的没了 一周年就好的没了 那么就这样过 那我不是问你了吗 你都跟我说了 你说好好爱我 那我好好爱你不就得了吗 那我是一个女孩 那我怎么好意思 给你直接开手要东西呢 那不是应该你先准备好的吗 我 我真不知道该说啥了 就 没问问那个女闺蜜 当时她已经都 都已经生气了 如果我再问的话 那她们不得 所以现在跟女闺蜜 是没有联系了是吧 有 你说多气呢 你说好哥们 你说怎么会不联系呢 挺我现在不想再跟你说 你女闺蜜的事 然后后面不是还有吗 我们俩不是逛商场吗 人家不是说如果 就是那个会员登记的话 会送一些东西 我就说好的 你去登记一下我的信息 被人转头问我 你电话号码是多少 我就纳闷了 怎么你就记不住 我电话号码了 都多少次了 我说你记我电话号码 你记住了吗 我记了呀 还没记住对吧 那记不住呗 我本来对这数字 我都不是特别敏感 别解释了 都是你的借口 都一年多了 你还没习惯我呢 你就是不喜欢我真的 所以你今天来干嘛呀 今天就是来调解的 调解啥呀 我其实是想来分手的 我看你不像分手的态度啊 我是想分手 满脸的笑意的 没有笑意 其实就真的是被她气的 还喜欢这女朋友 哭笑不得 喜欢这个这女的吗 我看见不敏感 我听不敏感 在一起 不是想的 尼聪 能不只 脸 我听不启 你尽管 太大了 我听不听 像 我听不听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但是这个边界感和尺度的把握 毕竟它是异性 就算是再好的朋友 它是异性 你现在有女朋友 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只要刺伤了她的心 让她会觉得不舒服 那这件事情就已经越界了 衡量这个边界感 就是看她的感受 所以那个异性接到你家住 你为什么不征求她的意见 你明明知道 你知道你把她接到你家住这件事情 她会介意 她会跟你闹 会跟你生气 所以你不征求她的意见 直接先斩后奏 如果她没发现的话 那就这事演过去了 但她发现了 对不对 所以你其实明明很清楚的 还有一点 当她有男朋友 就是你的那个所谓的女性朋友 有男朋友的时候 你会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没想那么多 她有男朋友 比如说她给她的车的前面 贴一个东西 然后你撕了 你觉得她的男朋友会怎么想 然后今天第一次听说分手 还有三周年纪念日 她也发小了 分手了就喝多了 不顾你的想法 你怎么想啊 对吧 所以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所有的一切 你都非常的明白 非常的清楚 只不过你不愿意去面对 你觉得这种感觉挺好的 所以你就继续维持 包括现在 她都已经 因为你的女闺蜜 跟你在感情上 发生了这么大的问题 你都不愿意 跟你的女闺蜜 去切断联系 不愿意为她 做一丁点的付出 那也证明 这个女闺蜜 在你心中是有分量的 这个问题你自己去想 好 谢谢莎娜老师 去做 我们继续聊一聊 这个女闺蜜吧 你是不知道她喜欢你 对吧 我不知道 因为你不敢去问 刚才问你几次 说有没有跟她谈 就是你们之间的感情啊 你说没有问过 对吧 这里面呢 有水分 你可能的确是没有问过 你到底喜欢不喜欢我 这么直接 因为你害怕 她的回答是 我喜欢你 你做选择吧 你现在不敢做选择 你当真不知道 你女闺蜜的企图吗 至少我作为局外人 我看出了一点 她在蓄意介入你 和这个女孩之间的恋情 一个真正的朋友 异性朋友 必须会为你考虑的 你是有女朋友人 那这个异性的朋友 为什么要住到你们家去 让她去 她都不应该去 因为她过界了 且不说你怎么样 对不对 她为什么 要把你女朋友 贴在副架上 那可是身边人的位置 的那个条给撕掉 她要干什么呀 这就叫再蓄意破坏了 你看不出来吗 你是不想去看清楚而已 这边跟女朋友要约会 那边要去过 分手三周年的这几天 而且喝的是鸣鼎大醉 你想麻醉自己什么呢 真相其实已经历历在目 只不过你不敢面对而已 出发点是什么呢 你可能真的是 不喜欢这个女闺蜜 但是她一定是喜欢你 其实你同时在 伤害着两个女人 女闺蜜是一个 这个女孩是另外一个 爱情一定是一对一的 排她性的 女孩 某种意义上来说 你还不如那个女闺蜜 因为正经 人家是确定的割舍不了 但是至少 她能在女闺蜜 和你之间选择了女闺蜜 你何等的去排斥 这个女闺蜜 她看到了吗 看到了 没往心里去 摆在你面前一个条件 你要接受我 同时你要接受 我一个女闺蜜 这已经成为她的一种 择偶 或者说是选择恋人的 一个条件了 那这么自私的 不愿意付出真心的 这种爱情的人 你能跟她在一起吗 同时你也没有明确出 自己的这份底线 你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 你觉得她 你已经一次又一次地 接受她有这么一个 不清不楚的 女闺蜜的存在 你对这份感情的 诉求又是什么呢 所以说啊 我觉得现在就 要断第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觉得跟她 还是有希望 或者说你还是喜欢她的话 让她先跟女闺蜜分开 分得彻彻底底的 因为那就是一个 你的潜在的竞争对手 如果她分不开 那就跟她分手 让她们俩去纠结吧 也可能给到她们的时间 和空间之后 她会觉得 原来我真心放不下的是她 成就她们 同时也成就自己吧 就这样 好 谢谢曲家 我们进入任何一段感情 都要去做一件事 就是断舍离 我们讲究生活要断舍离 感情更需要 在没有进入恋爱之前 所有的所谓的 特别好的异性朋友 或者前女友 前前女友 在进入新的感情之后 都要断舍离 该断的断 该远离的远离 你的女闺蜜 在你有爱情的时候 就应该成为一个 必闲的人 没有让你们 从此不再来往 但是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是谁都知道的道理 你之所以不能保持 就是因为你心里 装了所有 太贪心了 其实边界感不清的 背后就是你的自私 所以我觉得 这段感情 我一点都不看好 不是你的分量不够重 是目前至少 在她心里 没有一个 足够有分量的人 让她拎清楚 她的情感状态 所以女生 我倒觉得 不要给自己 找那么大的 那么多的麻烦 你有一点点像 在爱情中过家家 哎呦 反正嬉笑怒骂 可以哭着笑 可以笑着哭 但是爱情不是这样子 爱情是平等的 所以我建议 你不如跟她分开 也许有一天 会出现一个女孩 她往那一站 这男孩 顿时就长大了 说我原来 不应该跟女闺蜜 接到我家里住一周 还要说 我女朋友 怎么那么小心眼 你要放松点就好了 那个人不是你 但我相信那个人会有 要么就是等她长大 要么就是那个女人的出现 让她长大 总之有点遗憾 不是你 你就放过自己 好不好 找一个适合自己的 好吗 希望你们各自都能够 找到真正的快乐 谢谢 天涯老师 来 陀老师 你毕业多久了 不到一年 一年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正确地引导他呀 先引导自己吧 好 行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股方红糖真情60秒 宝宝 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 这一年多当中 其实我为你付出的也挺多的 就是我 其实原本可以回家跟父母一块 但是我选择在天天等你 就是想着能每天陪着你 可能我之前没有太多考虑你的感受 但是我希望以后 就是我能好好的跟你在一起 我也是特别喜欢你 哥哥 你也说了咱们在一起这么久了 其实刚刚老师的话我也听了 我们自己都有错 我们都 都得学会改正自己的错误 现在我们要请我们的两位嘉宾一起打开 君乐宝掌知识了爱的记忆箱 来 请开箱 是 大把锁 干啥的 因为当我拿着这把锁的时候 它有两把钥匙 然后一把是备用的 一把是自己的 我特别希望 就是你能抛下那些东西 把我变成那个 特别重要的那把钥匙 而且只能打开你 内心的那一把钥匙 一把锁配一把钥匙 是这意思吧 男生放的是什么呀 我放的是 那时候我们当时去 第一次去西安玩的时候 我俩路过路边摊的时候 然后当时 他特别喜欢的一个铃铛 那个蓝色代表我嘛 粉色也是代表他 今天拿这个干嘛呢 当时就是买完之后 他对我说了一句 特别感动的话 他说啥 他就说以后你在哪 我就跟到哪 算定情之物 差不多 所以今天还要让人跟着你是吧 我最后再问 最后一个问题 女闺蜜到底怎么整啊 刚听了老师的话 我就觉得 你说彻底断了吧 我觉得就有点太没有人情味了 就是我是想着找个机会 我俩说清楚 然后就跟他说 我女朋友挺介意这个事的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来吧 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我们见证一下 这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宝宝 可能之前 我对于这段感情 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 但是我一定会把 我跟我女闺蜜的事 弄清楚 然后刚才老师也说了 我从今天开始 我想着先跟家里边 经济上的关系先断了 我想用我自己挣的钱 然后去照顾你 希望以后咱们俩 两个能好好在一起 答应我 就是对我态度好一点 就没事别不搭理我 好不好 没有谁能帮你抢离 我是怕 你是我的 这首天使 祝你们幸福 谢谢 没办法 没有谁能去带你 在我心上 拥有一个 这首天使 谢谢各位老师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